10月20日晚,许卫洲Final Light 2018北京演唱会在奥提中心体育馆举行 出道三年来,他第一次尝试在生日当天开唱 用音乐和粉丝共同度过这个特别的时刻 许卫洲以一首青春热血的放开场,正式开始了生日演唱会 两个半小时时间里,许卫洲演唱了《光》、《一半》、《黑暗边缘》等歌迷熟悉的作品 还与演唱嘉宾乔欣一起合唱了《小酒窝》 《小酒窝》 下一个全白的星光 下一个全白的星光 我是光年轻的琥珀 淡淡的力量轮跑的闪亮的方向 为世界炫耀 为世界炫耀 美心燃烧的模样 想跌过那温暖的星光 这是许卫洲第一次生日演唱会 他表示想跟粉丝们一起过自己的生日 也希望之后每年都会有粉丝们的陪伴 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办过生日演唱会 但这一次呢 希望和大家和我的粉丝白洲们一块过我的生日 所以选择在我的生日 然后也是本命年办最后一场的生日演唱会 许卫洲拍摄的新剧《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 也会在明年年初播出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多多支持 愿望其实有很多小的目标 大多数都是在工作上的 反正最重要的是还是希望身体健康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 其实因为是年轻人嘛 年轻人其实现在大多数大家都会说小鲜肉 然后呢比较年轻可能是缺乏经验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 我一直是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然后其实我也是在这条路上 一直慢慢的希望脚踏实地的走 在之后呢也会有新戏 在明年年初播出叫做《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 然后呢办完这场演唱会之后 我也会继续进组然后拍戏